宝英元年七六二四月 宿宗并重 张皇后五子 后聚上功高难制 阴隐岳王戏于宫中 将图费礼 以处 皇后搅招招太子 宦官李府国 成元阵知道皇后的图谋 于是兵到灵霄门 后太子治 保护太子到禁军中 当晚领兵到三殿 将岳王戏 集内官朱光辉 马英俊等囚禁 又将皇后软禁于别殿 宿宗因此而崩 元阵等迎太子于九仙门 见群臣行监国之礼 即四即皇帝位于旧前 唐代宗继位后 李府国以立地有功 誓此交恨 竟然对代宗说 陛下只需身居宫中 外面的政事由老奴来处理 代宗虽然心中不满 但涉于他手握兵权 只好委屈求权 尊称他为上父 可尊上的父辈 事无大小 都要与他商量后才能决定 不久 代宗成李府国不备 派人扮作盗贼刺杀了李府国 然后假装下令追捕盗贼 并派宫中使者慰问其家属 荡平余念 公元762年 宝英元年4月20日 代宗就前纪委 经过一番周折 代宗开始亲政 他亲政以后 发布的第一道诏书 就是委任凤杰郡王李氏为天下兵马元帅 所谓国之大事 戎马为先 这一天是公元762年 宝英元年 4月25日 看得出 代宗即位后 却是把评判当成了重要工作 在他部署评判的过程中 也对朝廷上下 宫廷内外的人事关系进行了调整 五月于丹凤炉 颁布的大摄志书 已透出这一意图 其中可注意的内容是 玄宗时被废除为庶人的王皇后 太子英 乐王瑶 光王居等军恢复了封号 阴善兵被废为庶人的勇王林等 也予以招选 代宗的良苦用心 似乎是通过对皇室成员的 平反招选来梳理玄宗 宿宗时期余节的政治遗留问题 从而寻求开拓进取的途径 假如代宗能够沿着这一思路 顺利的进行下去 在利用宿宗评判时期 图谋忠兴的余印 未尝不能获得一个有所突破 有所振作 全面忠兴的良机 但是 由于内政头绪繁杂 简以外患交困 特别是宦官势力过于膨胀 致使代宗的努力 在刚刚闪现出一丝希望之光 后期销声匿迹 这不能不说是大唐帝国的悲剧 公元763年 宝燕二年 正月 安史叛军的最后一个元凶 史朝义走上陌路穷途 自一而死 很快 将将李怀仙就将他的首级送到京师 元凶授手 大功道成 唐朝诸道兵马皆开玄班师 史朝义的死 标志着历时八年之九的安史之乱 总算平定了 八年之中 不仅玄宗 宿宗各赴皇权 唐朝皇帝换了祖孙三代 叛军元凶也变了两姓安 史父子四人 暗陆山 安庆旭 史思明 史朝义 戴宗完成了宿宗未定之事 总算可以高位祖宗 松口气了 举国上下的黎民百姓 似乎一夜之间忘却了冰灾战火的苦痛 也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 杜福在紫州金四川三台 听到这一席讯后 所作文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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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